好 另外一方面还要来关心的是 民营党籍的这位桃园市议员张造良 17号被检方搜索了服务处 因为他涉嫌在担任市政顾问的时候 疑似帮忙这个龙潭区的违建案来进行官说 当时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19年 这新建当中的建筑就被检举 他是违建 而这个地主就找上了张造良 张造良还真的帮对方做了 他就涉嫌向这个驱公所来关说 说不要通报对方是违建 所以不要说这个建筑物被拆了 在这个土地上面甚至还盖了一个超商 简仅现在突袭搜索了十个地方 他也涉嫌图利罪被生压警戒 他们动软以后将来要申请到我们这个 议会质询争取妇女权益 民进党桃园市议员张造良 17号因涉嫌违建官说案 遭桃园地检署带回甄讯 检方搜索服务处带回供5人 张造良更遭检方申请羁押 身为龙潭选去民代 过去曾为同党立委候选人大力催票 但这次涉入关说案 就是为了这间龙潭区的超商 一次在风头上不想引人注目 18号上午这间超商玻璃门上 贴出暂停营业公告 顾客想进门已经无法消费 据了解地主过去向张造良 澄清希望不要被列为A零违建 因为被列入就得急报急拆 张造良疑似帮忙关说图立 当时还在新建的建筑 没被拆除甚至租给超商 根据土地实用分区 这块地其实是都市计划农地 近三年被连续加重开罚 地主本人也被加罚6万元 对此建管处表示将依据现地 违建分类找顺序安排拆除 身为郑文灿的子弟兵 在延览进市府期间 一次进行土地关说 相关涉案人士在询问后已招保或请回 而张造良是否清白 检到单位得查个明白 华视新闻无权杨润敦 张若萍桃月报导 嗨 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